大家好,欢迎来到民间故事会 分享不同的民间故事,传递正能量 嘉庆年间,有个才子名叫周梦生 一日他进京赶考,途中接到急报,让他速速赶回 妻子重病,周梦生家境富裕,夫妻恩爱 听说妻子患了急症,功名利禄早已抛在脑后 快马加鞭赶回家中,相公,十年寒窗苦 只为了这一天,你怎么私自跑回来了 妻子看丈夫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有些着急 小婉,不要说话了,作为一个男人 对自己的妻子不管不顾,岂是做人之道 若是没了你,金榜提名又有何用 尽管周梦生将郎中都请了个遍 可还是无力回天 半月后爱妻离他而去了 从此周梦生一蹶不振,开始赌博酗酒 周梦生虽有万贯家财,也经不起他的折腾 白日里在家饮酒,夜里便去赌博 路过集市看见有卖野物的,他便买下来放生 短短的两年,从富家公子哥变成了穷小子 街坊四林也都在背后指指点点 像当年周梦生赶考之时,大家都是围着八戒 如今家门冷清,甚至有些人都躲着他走 怕他借钱,一气之下周梦生将老宅卖掉 买了一个茅草屋住下,继续放生 继续喝酒,继续赌博 这下子连亲戚都不和他走动了 可想而知很快周梦生再次身无分门 东家借,西家窜,最后求借无门 这时候他想起远方的姨娘 从小姨娘最疼他 不如再去求一求姨娘 可转念一想,姨娘家也借好多次了 这次如果不找一个理由 肯定是借不来了 于是周梦生扎了一个纸人 放在了炕上,给纸人盖好被子 便去了二叔家 二叔一看周梦梦到来 脸拉得老长 想当初那可是大侄儿 大侄儿的叫着 如今都不抬头看一眼 二叔,今日侄儿有一事相求 周梦生还没说完 二叔便急着说 没钱没钱 你去别家看看吧 二叔,我不是来借钱的 我是来借马的 我想去探望一下姨娘 二叔一听借马 心想不会要把我的马卖了吧 可马就在那放着 如果不借呢 还真有点儿难为情 思来想去 二叔还是把马借给了他 周梦生牵走了马赶往姨娘家 二叔在后面偷偷跟随了一段路程 发现他没有说谎 自己才转回家中 到了姨娘家 姨父见周梦生来了 他转身就躲了 表兄弟也离他远远的 姨娘有眼睛 看不太清 不过耳朵很凌厉 姨娘 梦生来看你了 我遇到点事 只有你能帮我了 你这小子 又输钱了 姨娘问道 姨娘 我娶媳妇了 可她最近换了风寒 没钱抓药 所以我来请姨娘帮忙 就您疼我 姨娘你若是不管 没人管我了 姨娘一听周梦生有了媳妇 心里乐开了花 可转念一想 这小子肯定又出什么幺蛾子 不如自己和他走一趟看看 姨娘我可以帮你 不过我要和你回去看看 尽管家人阻拦 可老人家还是带着银子 和周梦生回了家 到了家已失业里 姨娘眼睛不好 周梦生将她搀扶到炕上 然后对着指人喊道 娘子 姨娘来看你来了 你的病好点了吗 姨娘你看 我娘子都稍糊涂了 来人都不知道打招呼 姨娘来了 这两天病重 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不知姨娘到来 有失远迎 指人变成了一个大姑娘 从辈子里坐起 来到了姨娘身旁 周梦生心知肚明 自己哪来的媳妇 明明是一个指人 咋还大便活人了 可自己又不能当面拆穿 那不相当于打自己的脸吗 姨娘看不清 便一到姑娘面前 仔细端详了好一会儿 向盈盈地说道 这丫头长得真俊 比小婉长得还带劲 哎呀 孟生好福气啊 说着话姨娘拿出一百两银子 交到了孟生手中 告诉她这次一定要好好过日 不可以再赌博 续酒 孟生满口答应 可心里七上八下的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只好站在一边 看着姨娘和姑娘聊天 丫头啊 我来得匆忙 也没问孟生你是哪家的姑娘 我是刘家酒庄的小女儿 名叫刘小满 我喜欢孟生的善良 所以我就嫁给了她 可是也空有夫妻之名 没有夫妻之事 想必她还想着小婉姐姐吧 或许是嫌我丑 银阳一听指着周梦生说道 你这小子 小满是个好姑娘 以后你若是在这般对她 我定饶不了你 刘小满笑了笑看向周梦生 周梦生心想 这不是顺口瞎说吗 干脆自己将计就计 看看这个女子到底要做什么 娘子 我看你病也好得差不多了 姨娘头一次上我们家 你去做两个菜吧 姨娘 你等着 我这就为你做菜去 刘小满动作麻利 不一会儿的功夫饭菜做好 把姨娘哄得团团转 第二天姨娘醒来 便对周梦生说 来一趟我也放心了 家里的事情还挺多 我今天必须回去了 刘小满见状一个劲的挽留 嘴中拗不过姨娘 便将姨娘送了回去 周梦生赶回家中已是深夜 看见自己屋中还有人留灯 他不知近还是不近 相公 我等你一夜 回来也不进屋 快进来 我给你做好了饭菜 我想你一定又累又渴 吃一口赶紧休息吧 刘小满站在门外招呼周梦生进屋 周梦生心想进就进 我倒要问问她是什么来路 吃完饭菜 周梦生便问 你到底是人还是鬼 相公 你说笑了 我当然是人了 我是刘家酒庄的小女儿刘小满 爱慕你的才气和善良 所以才来做你的妻子 小满到来后 家中又有了生机 街坊四邻也听说了周梦生娶了媳妇 可谁也不敢相信 一个穷小子谁能嫁给他呢 大家对他是冷嘲热讽 都来看他笑话 小满见家中来人 也都热情招待 让大家不由地羡慕起周梦生 都闭上了嘴 转眼一个月过去 夜里周梦生睡得正香 就听见有人哭泣 他睁开眼睛一看 小满哭成了泪人 娘子啊 深夜为何哭泣 相公 我离家一个月有余 有些思念母亲了 我想回家看看 明日夫君赶车带你回家 不要哭了 我也应该渐渐月父月母了 二人相拥睡去 第二天周梦生赶车 带着小满回娘家 小满对路线很熟悉 他指着前面的鸿门楼说道 夫君就在那个门前停下 那就是我家呀 停了马车 留小满下车 门前的有位五十多岁的老者 见到小满就说 小姐 一大早的 你这是去哪儿了 刘管家 我回来看娘 你忙你的吧 不用管我 刘管家便没有再多问 直接走掉了 相公 你在这里等我 我进去叫人 让他们出来接你 刘小满说完转身进了大院 周梦生心想这小满还挺有礼节 知道找人接他 周梦生从一早等到晌午 也没人出来接自己 他可坐不住了 便自己走了进去 院中酒香扑鼻 花香四溢 正在陶醉之时 一阵狗叫 吓得他倒退了几步 这位公子 你有事吗 伴随着狗叫声 出来了一个年长的男人 这是刘家酒庄吧 我是刘家的女婿 我叫周梦生 一派胡言 我女儿不曾婚配 何来的女婿 我们已经在一起 生活一个月有余 今日特意回来看你二老的 不信你问小满 你这小子 看你也不像疯人 怎能胡说八道呢 不信你让刘小满出来见我 周梦生觉得这家人怪怪的 刘老爷也觉得周梦生这人奇怪 争吵中许多人都前来看热闹 刘老爷为了快些了事 只好把宝贝女儿叫了出来 刘小满见到周梦生后摇了摇头说道 爹爹 我不认识此人 再说我一直在家中 不曾离开半步 怎么能和他做了一个多月的夫妻 小满 你咋翻脸不认人呢 刘老爷 您不相信 您问问您家的管家 他亲眼看我俩一起回来的 如果刘家不想和我走这门亲事 可以直说 为何这般耍戏人呢 刘管家一看大伙都看向他 自己也只能如实到来 老爷 早上的时候 小姐是从这位公子马车上下来的 还和我说了话 刘管家你胡说 小满我早上就没有见到你 这时候人群中站出一个人说道 我倒有个办法 能知道你们谁说了谎 这位公子 你说小满是你的妻子 你可能拿出什么证据 周梦生想想说道 娘子腰中有块红色的胎记 刘小满听后红了脸跑回了屋中 刘老爷一听 他自然知道女儿腰中 有块红色的胎记 莫非是女儿说了谎 无奈只能让大家散了 俗话说 家丑不能腕扬 还是关上门来处理好 周梦生一气之下自己回了家 刘老爷拿出皮鞭教训起女儿 你这丫头什么时候偷偷地跑出去的 爹爹 你咋就不相信女儿呢 我大门不出二门不卖 怎么能与他人成婚配 如果您也不相信我 女儿也不活了 老爷 你先别责骂小姐 我总觉得今天的事儿有点儿不对劲儿 平日里小姐看见我都很热情 可早上我遇见小姐 她对我冷冰冰的 还告诉我不要多管 如今现在小姐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 您说是不是有蹊跷 刘管家说道 刘管家 那依你之见应该怎么办呢 老爷 我去一趟周梦生的家里 问清来龙去脉 然后我们再说 您看如何 刘老爷一时间也想不到什么办法 可女儿的清白是最重要的 只好让管家跑一趟了 刘管家来到周梦生家中 见周梦生正在气头上 便说道 公子 您消消气 您不觉得这个事情有蹊跷吗 我家小姐都要寻短见了 还请公子能将事情细细地到来 周梦生一听人名观天 只好把扎指人的事情说了出来 管家一听 难不成是遇见了不干净的东西 再从中做梗 不管怎样 这套没有白跑 刘管家便回去了 周梦生也不再计较此事 可好是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刘家小姐的名声不保了 嫁娶成了问题 刘老爷日日愁眉苦脸 刘小马卧床一并不起 刘管家健壮说道 老爷 小姐再这样下去 我怕是不行啊 那你说应该怎样 刘老爷垂胸顿足 老爷 我看干脆把小姐嫁给周梦生 据我所知这小子才高八斗 也是个痴情郎 并且心地善良 常常放生 小姐就算干了他 也不是件坏事 刘老爷点了点头 事到如今 也只能这样了 稍后我问一下女儿的意见 满儿如果同意 这时儿就交给你了办 刘小满听后 脸羞得通红 第一眼见到周梦生 他就喜欢上了 小满同意了 刘管家便再次来到周梦生家中 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周梦生自然同意 自己一个糊涂的做法 害了人家姑娘的清白 如果再不娶了姑娘 那不是害人吗 就这样周梦生和小满成了婚 婚后周梦生也不喝酒 不赌钱了 二人的小日子过得也很自在 一年后小满生了个女儿 满月后小满便带着女儿 回家探望父母 周梦生自己在家有些无聊 便出去溜达 可每次回到家中 家中都有被人打扫过的痕迹 饭菜也做好放在那里 周梦生心想 这又要发生什么怪事呢 夜晚一个人辗转反侧睡不着 思来想去想不明白 相公 你看我是谁 周梦生吻声看去 原来是娘子回来了 她便责怪道 娘子 你咋自己回来了 回来也不说一声 相公 我不是你妻子 我叫盈盈 是狐狸变的 曾与你做了一个月的夫妻 撮合了你和刘小姐的姻缘 如今你们过得幸福美满 我也该走了 盈盈说完落了泪 周梦生恍然大悟 他忙问道 盈盈姑娘 你为何要这般对我呢 你忘了吗 你曾放生了一只受伤的狐狸 那就是我呀 我是来报恩的 如今我也该走了 相公 你要照顾好自己 说完话 盈盈化作一道金光 消失不见 后来周梦生不再喝酒赌博 日日苦读一举成名 他感叹道 人间正道是沧桑 多做好事 福报自然如影随形 愿世人多做善事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 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与您再次相遇 感谢您的观看